不过不晓得您现在的薪资让您满意吗 您有有好心情吗 接下来我们就要探讨薪资还有财富中位数的问题了 我们欢迎我们的记者玉琪来到我们现场 新华晚安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晚安 好 其实呢大家就说住在哪个地区 大部分的都可以推敲一下这个朋友啊 或是身边亲友他们买房置产的区域 他们的财富状况究竟如何 那我想问一下玉琪 大家都说台北有天龙国 那你觉得天龙国究竟在哪里呢 我猜应该是信义区吧 感觉就是天龙国中的天龙国 对 因为信义区豪宅邻厉 然后附近又非常多的精品百货 感觉是一个蛮香精镀精的一个聚落 不过今天呢 其实有媒体透过财政部的这个邻里财富的 众所税的收入调查 发现台湾的台北真天龙国 其实是位在中山区大直建南站的周遭 这边是高级的住宅区 所以收入多的人住这边 对 摊开整个捷运路网 第二高的是红线大安森林公园站 收入中位数89.7万 第三名是松山新电县 有双捷运的南京复兴站 84.2万 我觉得合理 为什么 因为我们这边的豪宅区 住的一些都是科技业的大老板 工商业的 应该算是都是大老板 一般民众认为高收入组应该都住在信义区大安区 比较少人联想到大直一带 但因为是宠画区 像张中萌夫妇 还有不少名人艺人科技新贵等都在这边置产 不过收入中位数相对较低的站点 最低的是中核心炉线上的辅大站 所在地银盘里收入中位数37.7万 而倒数第二的是淡水新一线的终点站淡水 收入中位数为40.3万 不过众所税还是可能无法看出收入全貌 房屋所有全人或居住者 用开公司等方式做结税 才没有反映出实质收入 才会出现101向山等 传统高收入聚落表现没那么强势 TVB的新闻张敏鸿 就会调报道 好 根据财政部的资料呢 也可以议归各个地区 各个产业的收入情况更是如何 我们线上的Ashley已经说 新竹比较有钱 老刘就提到了联发科 那无人机长也说 姓义天母大直大安 其实都有贴龙属性 那么老刘也说大直是纯住宅区 那观众说可惜是用捷运路线做调查 要不然新竹应该很多地方都很高 看来大家其实蛮有共识的 就是推升台湾经济成长的高科技产业 也是高收入的族群 不过回头来还是想要问问看预期 那整个双北市 依捷运站点的分布来说 究竟这个收入的比较高的地区在哪里呢 没错 这边就有一个统计 它是针对这个双北的捷运 这个附近的民众的这个收入来看 那第一名呢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这个温湖县的这个建南路站 因为这个附近有 大家很熟悉的梅丽华 还有一些豪宅啊 所以它的这个收入中位数是达到了逼近百万哦 是有95.6万 那其次呢就是这个信义象山洪县的这个大安森林公园站 它的收入中位数是达到了89.7万 那第三名呢就是松山新电县南京复兴站这边 是有84.2万是位居第三名 那除了这个北市以外呢 我们也有看到在新北这边 有一个站叫做辅大站 它这个地方呢所在的这个地区叫做银盘里 它是双北市最低的地方 大概是37.7万 那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数字 跟这个光是跟第一名的这个95.6 就已经差了快要60了 所以悬数算是非常的大 确实哦 所以可以看得出来呢 这个捷运站点也可以看出 大家居住地方的财富多寡的程度哦 那么另外一方面信志也问说捷运没有天母站 所以天母可能很难用这个站点的范围 去做这个参考啦 那另外一方面呢一阵也说 哦内湖的大指的名水入 其实房价也是蛮高的 那老刘说联发科还是平均薪资第一名哦 平均薪资有458万元 哇听到真的让人好羡慕 所以呢刚刚大家在留言区 不断敲碗敲碗点名的新竹哦 新竹是不是也是收入中位数 全台最高的地方呢 没错我们刚刚讲的是这个双北的捷运路线嘛 那如果说我们今天扣掉这个捷运 我们以全台的区域来看的话 其实最高的地方就在刚刚观众猜对了 就在新竹的竹北 那讲到竹北大家大家会想到什么 科技新贵 没错 对那就是这几年因为这个很多这个年轻人哦 就是移入这个竹北的地方 那其实竹北呢 他们形成一个蛮特殊的现象 他们现在算是全台湾老化指数最低的一个地方 因为有大量这个科技新贵移入 那他们的薪水呢 相对来说也是比较可观的哦 他们这个竹北市那个收入呢 中位数是来到了88.6万元 那会有高也会有相对比较低的地方 那全台最低的地方是在这个新北市的三支区 大约是31.8万元 所以两者的落差是大概差了50多万左右 嗯确实 而且新竹地区呢刚刚预期也说这个老化程度最低 同时也是生最多小孩的地方 真的是要替台湾谢谢他们 在少子化现在拼命的拼经济 然后也是拼身欲虑 那我们线上的朋友呢 其实也有说新竹的中位数是破百万元 刚刚我们看到是80多万也是蛮厉害的 但是呢一般科技产业据说这周三到五年 有今天的工程师我年薪三百万听说是很normal的等级了 那另外一方面呢 呃大家说看到了高科技产业部长 说薪水高弹生活品质差身体都烂了 也是要多多保重啦 那么另外一方面呢还想继续请教预期 我们刚刚都看到是 哎双北市各个捷运站点 这个平均收入有四几万五十几万六十几万 比较高到九十几万 大家都说哎好像也跟这个房价有相呼应的程度 但也有网友发出了灵魂的拷问说 哎这个薪资中位数跟一瓶动辄60万起跳的双北房价相比 哎这样怎样才买得起房 到底赚多少才算高薪了 没错大家现在考虑到这个薪资的问题嘛 大家都想问那我到底赚多少才算高呢 我又没有拉低这个大家的薪资水平 对那就有网友他好奇在这个PTT上面发问说 现在到底一个月赚多少才算是高薪 因为他有发现身边有一些朋友啊 可能有些人说哎我领了月收是十万块 但是好像赚不够还嫌少 但是呢相对也有些人是说 哎我月收入四万已经不错了 够我生活了也算是高薪了 所以他就是疑问说 那这个高薪低薪有没有一个标准值 还是说要用这个台积电新人的录用基础 大概60k来当一个标准来看呢 他就来发问这个问题 那没想到呢这个文章就是引起来 下面网友广泛的这个热烈的讨论 对然后就开始有人说十万块以上 那应该就算高了吧 那有些人就是说啊六万块可能就是不够 算蛮低薪的 然后像刚刚也有说这个啊 现在年薪三百多万的满街跑啊 可能是都在竹北区那边 对然后也有人呢提出一个问题哦 说算是夫妻嘛 然后如果有养小孩的话 你一个月没有十万块 根本就没有办法养家 所以说大家这个到底高不高薪 可能还是要一个人的这个条件来看啦 那呢这个他们有做一个统计哦 其实要看这个主计总处 他们有针对我们今年六月的时候 大家的平均薪资 大家可以看看跟你预想的一步一样 这个是说平均薪资大概是 四万八千零三十二元 然后呢如果是再加上一些奖金 还有加班费 可能会有大概九千块左右 那总体的这个金额可以来到 五万七千零四十五元 那包括像是比较好的一点的行业 像是金融跟保险业 可以来到六万多块的月薪 那制造业也有四万三千多元 那其中包括电子零组件制造业 是有五万三千多块 那其实最后面就是这个住宿 还有餐宴大概会有三万四千多元 那不知道这样子的薪资 跟大家想的 或是跟大家所经历的 有没有一样 好确实 刚刚这个预期讲到餐饮业 其实三万四千多 所以难怪很多说 餐饮住宿也缺工 因为对比其他的行业来说 真的是比较低薪啦 没有合理的薪资 当然就是年轻人 就比较不想投入咯 那我们线上其实也有很多朋友 这个William沈说 台积电目前新鲜人的行情 是每个月六万一千两百块钱 作为月薪 而一年大概可以领四十个月 六四二十四大概是两百四十万耶 念错科系了 哇真的是入错行了 入错行了 Oh my God 然后程良说我道歉 对不起我的薪水 拉低了平均 那William说 刚刚这个台积电的新人的起薪 大概年薪 两百四十万起跳 还没有加班费跟轮班费 哇真的是投入很多 但是收获过分 应该是在卖干 对的对的 World Life Balance也是很重要的 那Ashley也说有钱人是不靠薪资的 确实我们刚刚在跟玉琪讨论 为什么这个双北的房价跟薪资中位数相比起来 看起来好像还是很悬殊 但原因就是因为 这个调查是财政部的纵索税的收入 就是一般像我们这种 寿星阶级的收入去计算 那有钱人呢 可能是盈利事业所得 就没有列入计算 但是也是一个相当有意义的参考 谢谢玉琪 谢谢新华 谢谢 TVBS新闻直播回到YouTube频道了 提醒您 每周一到周五的晚间七点到九点 由新华主播为个为新文化重点 记得一定要来参加直播 谢谢观看